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第三个呢 它最关键的就是说 它过滤性能很好 社会上就有一些人 比如说聋哑人 他们是耳朵听不到 然后呢 它主要是靠65%的交流 都是靠这个面部的表情的 它需要就是读你的那个口型 比如说你到银行去 或者是过海关 那你的口罩就要摘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